今年12月就要結婚的Elisa 計劃整個婚禮花費2萬元左右 她和未婚夫由去年開始就為婚禮儲錢 雖然手頭仍然有點緊 但總算支付到大部分洗費 都OK的 我想都攀了很久 所以可以有些時間來儲錢 我想我的夫妻也會儲了少少錢 Elisa是華裔 未婚夫是越南裔 受亞洲文化影響 要請很多親戚朋友參加婚禮 他們都制定了應付超支的計劃 都有計劃這方面 如果我們over budget 會怎樣 或under budget 會怎樣 under budget 當然最好 不過如果over budget 我們有個計劃 每個月可以給多少錢 even out 根據Wedding Bells網站統計 婚禮場地方面的開支最大 平均要9255元 其次是物月旅行和結婚戒指的費用 婚禮策劃師Julia表示 華人家庭的父母都會出錢支持新人 減少他們的負擔 很多時候是父母會幫一些 會給9萬塊錢 然後各方的父母都會幫忙 是的 還有統計顯示 全國有大約百分之十的新人 選擇旅行結婚 因為你可能要跟Tim聯絡一下 因為我們這一條是要送去Nationa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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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